从下个月起战备军人回营受训和个人体能测验都将逐步恢复 国防部长黄永宏医生指出 新加坡武装部队同世界多地的军队一样 需要在冠病期间继续训练并且执行行动 同时采取足够的防疫措施 国防部宣布将在未来几个月加快训练步伐 并从下个月起恢复战备军人回营受训 武装部队也将实施严格的安全管理措施 包括为战备军人进行冠病适子检测 这能够预防探测以及控制冠病毒蔓延 武装部队的体能训练中心下个月起也将逐步开放 并可以举行个人体能测验 不过参与体能测验的人数将减少 国防部长黄永宏医生在社交媒体Facebook指出 没有人知道冠病大流行何时结束 在疫苗推出之前 武装部队需要继续维持战备能力 以维护新加坡